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中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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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别安 给我 我的我先看见的 快跑 快 快 我们在投降的主意 真不会放开的 跟你说别话了 咱们就不听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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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我让你们救足 站住 这有毒 站住 可是和小火炬 是出了名的力打如鸣 如果被他的手被抓住 站住 我死也脱成皮啊 站住 两只被他们抓住 岂不是回祖的还在 我让你们救足 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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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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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抓住了 站住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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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快追 追 站住 快追 快 快点 那是盖子 快 别跑 订队 哪里逃 给朕站住 站住 给朕站住 站住 别跑 住住 站住 教主 朕要灭了他们 你们走过 站 站 快 给朕站住 我不行了 站住 站住 没人 回去 别跑 站住 雷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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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站住 快 快走 人在这儿呢 在这儿 福尚是一 流淤是五 小宝卷是六 原来是个遥控器啊 给我啊 大胆奴婢 见到朕还不跪下 朕要杀你们全家 小样 还敢咆哮 你 幼年继位 生性凶残 以示杀产妇和婴儿为乐 连人渣都不如 你 你 你是北 北威 小文帝 袁 袁 袁红 我 我在宫里 看 看过你的画像 小文帝 莫非 咱们都承诺他的俘虏了 喂 小文帝 你不是已经去世两年了吗 怎生这般模样 都给朕闭嘴 谁敢再妄动 立刻杀无赦 走 走 没想到他们跟我一样 也经历了千年穿越到现代 可他们比恶鬼都可怕 他们怎么会复活呢 古代的帝王喜欢研究 长生不老的秘诀 也许正是因为 金石丹药的原因 使他们身体不朽 那他们怎么会集体 出现在这里啊 难道是超人 把他们给冻结了 然后来研究 他们为什么那么暴虐 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 按照常人来说 不可能如此暴虐 可他们为什么如此暴虐呢 收集他们的人啊 可能正是想研究一下 他们的心理和行为 李欢 你跟他们比起来 你真的是一个太好的皇帝了 朕是一代明君 从来就没有残暴过 史书上有记载的 对朕颇有嘉奖 又吹牛 妖怪 难 难道是 北 北 北魏 小文帝 难道 我们落在北 北 北魏的手里了 什么小文帝 这两个人是妖怪 是魔鬼 这 这两个妖怪拿着厉害的魔器 随时可以要我们的命 他们的打扮都不伦不类的 这里的一切都阴阳怪气的 看来 我们真的是落入魔鬼手里了 怎么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穿越过来的人 你自己怎么搞清楚的你忘了 你拿我跟这帮脑残比啊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好不好 那你层次高 你说怎么办啊 我们得想办法 把他们给解决了 回朕 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这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时代 朕 和你们这等人 还能不能活到明天 那一对男女 会不会是妖怪 那两个妖怪 实 实在是 太凶残了 要 要是一 一 一般人 哪 哪里有那么大的能耐 是啊 可是那姐姐 如天仙般的漂亮 怎么会是魔鬼呢 想什么办法呀 杀了 这是现代社会 杀人是要偿命的 那我们不如想个办法 把他们安置起来 办法 有了 有了 你们 过来 我先去 说你呢 快 快点 你 还有你 上车呀 快点 快点 好 你还敢拿剑对着我 小车 上去啊 你们几个给这听好了 离这个小姐 远一点 怎么 vedavi 继续 我不会 陈生 我 坐好 回去 快点 你们俩 我坐下 你 坐好 小兔崽子们 都给朕老实点 都坐好了 坐好了老实点 那都是汽车有什么好看的 什么 车开得不错嘛 那当然了 说你胖你就喘 快走 跟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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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快点 进去 快点 快点 进去 进去啊 快点 快点 你 这里 PayPal 快点 快点 急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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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里真是魔剑 这个银僧竟然有如此密室 这是叶家建来做实验用的 平时都没有人 没想到还派上用场了 你们几个给朕听好了 如有谁敢妄动 立刻处死 还是要急 先让一枚 让一枚 你差点 还要在那边 其实没有人 离开 一枚 然后 不是 因为 你们那个意思 我被认识了 你们这帮人 然后 得她 好 淳女人 你要是回到古代的話 你最想幹嘛 我可不想回到古代 在你那個時代我會死的 我那個時代怎麼了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 我那個時代的歷史 正處於大分裂 而且群雄逐鹿 我統治的北魏呢 統一了北方 是當時最大的國家 那又怎樣 還不是被人給滅了 我有個突發奇想的 帶著七個小暴君回去 一統天下 你是想利用來現代掌握的先機 回去一統天下 有何不可 一統天下之後呢 就像秦始皇一樣 做我擁天下 做我擁美女啊 你可以 輔佐我 統一天下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可以輔佐你啊 你作為女皇 你那時候就是女暴君 你不是跟我說過嗎 什麼武則天女皇啊 還有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 女豹君聽起來倒是不錯啊 能不能有很多的男小妾啊 那不行 只能有我一個小妾 毒蟲小妾 我會特別溫柔地伺候你的 餓死了 又開了一個 異想天開的空投支票 什麼叫異想天開啊 你覺得你能回得去啊 我怎麼回不去啊 我能來我就能回去 肯定有時光隧道什麼的 到時候 我要成為你的皇后 我可不想回去 就算回去了 我的皇后也是業家啊 也輪到你啊 你個蠢女人 能不能不提這個名字 不能 我聽著就煩 把耳朵閉上 來 咱們怎麼從那些魔頭手上 逃出去 他們會不會殺我們啊 殺你 就把你的心幹來吃 你是誰 君王福生 大暴君啊 原來你是秦王 我祖父常教導我們 以你為戒 你是哪個 燕王慕容熙 你就是那個變態啊 你就是監視皇后的那個 你 你就敢侮辱本王 廢帝劉子業 廢帝劉獄 廢帝劉獄 請教朕南朝皇帝劉子業 劉獄 你就是要做天下產婦 接生婆的那個 我皇爺爺常常以你為例 教導我們不能 像你那麼壞 你又是何許人也 玉林王蕭昭夜 你又是何許人也 朕是蕭寶眷 東昏侯蕭寶眷 你又是何許人也 北極帝王高偉 高偉 哦 原來你們都是婚君哪 他們抓你們來 因為你們都是婚君哪 你才是荒野巫使的東西 讓我心煩 兒乃滿意畜生 別敢如此大言不慘 你 那個男人要是欺負你的話 你告訴我 我把他揍成菊花 葉佳怎麼可能欺負我呢 你別動不動就要打人 我跟你說啊 你還未必打得過他 我揍他怎麼了 誰說我打不過他呀 我說的怎麼著 你這個人 怎麼處處都向著他呀 你個段正純 重色輕盈你沒聽過啊 你不過就是我的一個朋友 朋友是什麼呀 在寂寞的時候才能想到你 愛人就不一樣了 要相守一輩子的 待遇肯定是不同的 你沒聽過一句話嗎 朋友如手足 男人如衣服 誰穿我衣服就砍他手足 誰砍我手足就穿他衣服 對 趕緊把公交車誤歸原主 那不廢話嗎 我要不誤歸原主的話 明天警察叔叔 就來找我誤歸原主了 你可小心 那幾個小兔崽子呢 我怕什麼 快消失 快消失 我可小心 喂 小枫 是我 我 没事 没事 就是心情有点不好 好 没事 放心吧 没事 你不用过来 我们还是老地方见吧 好 待会儿见 拜 小枫 吓我一跳 怎么了 你看你这最近心神不宁的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没有啊 我构思小说呢 写小说也要注意休息啊 可不能把身体累坏了 吃点苹果 嗯 你放心吧 你去忙你的吧 我还得写小说呢 我陪你一会儿 不要了 快去吧 快去啊 小枫 你 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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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迎面这个世界 约在这个地点 对啊 五月嘛 五月大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哥哥 你回来了 佳妮 一哥哥 你看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什么礼物啊 哎呀 我们家刚采加的头茶呢 谢谢你 看什么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嫂子呢 她忙着写小说呢 我给大家泡茶吧 好啊 谢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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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妈妈 叫你来啦 嗯 我愿意这条情中享受相随 你最珍贵 太棒了 好 好 不愧是偶像啊 来这边 芬妮 芬妮 我们先上去啊 好 服务员 给我们俩两瓶啤酒 好的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问我自己 你开始我聪明 修女人 你来干吗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李欢 我今天又烦又害怕的 把那几个暴君关在实验室里 一点都不安宁 又吵架又打架 我真怕叶家知道 先关着呗 到时候再想办法 先生 您的啤酒 谢谢 他们可是魔王 杀人不眨眼哪 魔王怎么了 也不跟我一样嘛 手无寸铁 没有御林军 也没有文凭 没有户口 你怕他们干吗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又不成天面对他们 我都快疯了 冯峰 冯 现在你是强势 他们是弱势 他们就像放在案板上的肉 任人宰割 你都把我改造得这么完美 还怕他们不成 奥特曼蜘蛛侠 晴天柱大哥 救救我吧 快点 妈 这是谁惹您生气了呀 除了你 谁敢惹我生气啊 我这刚回家 怎么惹您生气啊 记得有个家呀 不是自己有个家了吗 妈 瞧你说的 有您在 这儿永远都是我的家 什么是我学会贫嘴的 妈 我哥他谈恋爱了 你看 他的嘴上就跟抹了蜜似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跟那个冯小姐 是永远不可能的 妈 我不是也跟您说了吗 咱不是不提这事了吗 你真奇怪 他明明跟别人同居过 这样你也要 分明就是个骗子嘛 叶妈妈 来 喝点茶 对 喝茶 妈 叶妈妈 别生气了 对啊 到时候安寇听到了 又不高兴了 你看我们家里多懂事啊 没有 你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 冯冯啊 那七个小混蛋的事情 先放放 等我忙完这一阵 我想吧 你在忙什么呀 炒股 如果说想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好的话 炒股 来起很快的 炒股 炒股 叶伯赔了 你没看见啊 珊迪那是 悟信人言 而且又没有定理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之后 我帮她往后继续 炒股就是赌博 你只见人家吃肉 根本就没有看见人家挨仔 那炒股失败的人 排着队要跳楼呢 人生 什么事情不是肚子 好心当驴肝肺 我听算 霍霍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资产 全部投入了股市 我的资产 现在已经是七位数 我已经订了一辆轿车 很快 我就可以建成我的皇后 一千年前的皇帝 开着轿车 用着电脑 炒着股票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很快 你就会成为皇姑的女主人 你真要退赛啊 我不白给你投票了吗 还我短信费 咋疼是可以了 还有一段时间 非常感动 好 不较Plus 歌劃 这也可以 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 芳芳 我害怕这个世界 也害怕跟外界接触 其实 我很想回去 回去 你能回去吗 你在这个世界上 起码不用担心性命之忧 你回去了可怎么过呀 大不了隐形埋名的 不坐地望 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也很孤独 唯一的一个伴侣 也变成了朋友 芳妮和叶波 不都是你的朋友吗 伴侣跟朋友是两码事好吧 当我得意失意 痛苦难受孤单的时候 有几个朋友能够终身相伴哪 李慧 你应该试着交女朋友了 你长得这么帅 很多女孩都会喜欢你啊 你要是结婚生子了 你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好 我不愿再放纵 也不愿每天也每秒漂流 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与之后 多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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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挺好听 非常好听 好 太好了 这不打明星分你吗 美女 干吗去啊 撞了我抢走啊 神经病啊你们 干什么 别走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喝一下 放开我 喝一个 来 来来来 放给他 来让他坐 坐坐 来来坐下 坐下坐下 干什么 放手 我告诉你啊 你 你别多管闲事 我跟你说你别多管闲事 我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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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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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道歉 好 好 好 大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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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好了 他们都道歉了 滚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你等着 是禁病 芬妮 没事吧 咱们快走吧 跟你哥说个事 你跟李欢不是称兄道弟吗 跟他说呀 冯芬跟李欢是什么关系 你连被骗了都不知道 妈 小枫和李欢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我是最清楚的 不用别人告诉我 哦 哦 那李欢亲口跟我说 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叶波 嗯 你不是告诉我 冯芬是李欢的前妻吗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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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什么啊 哎 我说叶波 你什么时候 当是狗仔队的呀 本来就是你第三者 你再跟我瞎说 我没瞎说 哎 我想大家应该都饿了吧 不然这样好了 我去弄点好吃的 给大家吃吧 嗯 我陪你去 嗯 走吧 走 走 叶嘉 我可警告你 你爸六十大寿 我可不希望那个女的 踏进我家半步 嘉妮 你打算做什么 好吃的给大家呀 妈 走 哪儿 给我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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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伤了 李欢 你别打了 没事吧 大爷的 别去 不行不行 报警了 冯芳 冯芳 你千万别报警 冯芳 为什么 你要是报警了 你便去上头条新闻了 一样和叶波 这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不 很厉害吧 你厉害 冯芳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冯芳 我求求你了 你快速真可疑 你快速们这些 igan 就有几十架的 你不错了 歇 歇 滚 快走 走走走走 没事吧 你吃我豆腐 你吃我 方峰 不要再这样了 看你刚才跟个泼妇似的 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 那他们打我朋友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 打架是男人的事 你跟着撑个什么呀 行了 你干吗说这么多狠话 再说小枫也是为了你啊 你今天就是看我不顺眼 我就看你不顺眼怎么了 我本来今天约的就是分你 你来干什么呀 行 行 李欢 你停车 不用你送 我自己可以回家 不送就不送 我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 停车 下车 不劳烦你了 我自己回家 哎 方峰 李欢 你干吗说这么重的话 再说了 她一个女孩 这三更半夜的 行了 我先下车 你赶紧去追她 我送你回去 哎呀 你不用送我了 你赶紧去吧 我家就在附近 好了 赶紧去啊 方峰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李欢 你回去吧 你疼不疼 真傻 傻瓜 求求你了 放我回去吧 我不 不 我怕你松手 你就跑了 小枫 快快快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有没有受伤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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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怎么了 我 你到底怎么了 说话呀 我 我刚才跟一群男人打架了 打架 跟谁打架 有没有报警啊 我跟芬妮出去玩 碰到一群流氓 骚扰芬妮 他们还把李欢给打了 李欢 我说了 到底怎么回事 把话说清楚 我看李欢被打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我就 我 那李欢呢 芬妮没打架 但她脚崴了 李欢也是 受了点皮外伤 不太严重 那李欢看你被打成这样 她就让你一个人回来了 没有 她把我送到家门口 就回去了 你说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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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了 还知道疼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让你跟李欢在一起 就不听 受伤了吧 我在外面被人欺负 回来还被你欺负 有没有天理啊 好了 好了 先回家吧 你答应我 不许讨厌我 永远也不许讨厌我 我从来也没有讨厌过你啊 可是 你打架这次 我能不能讨厌一下 不能 我做什么事情 都不许讨厌我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讨厌我 就你不行 一次都不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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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讨厌行了吧 回回家吧 好了 来 小枫 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为什么呀 你对李欢那么好 还帮她打架 我嫉妒她 你没看到当时的情况 要是换成你 我肯定拿出必杀绝技 什么必杀绝技啊 胸口碎大石 好了 好了 上瘾了你还 你不需要她的照顾 只需要我的 否则 我一定好好揍她一顿 看着点 小枫 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没声音 走 不对 我真听见声音了 就在那儿 我饿了 回家吃面面吧 你先回去 我去看看 叶佳 回家洗澡 都睡觉觉了啊 小枫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没有 没有你为什么 不让我去看看 我跟你说个事呗 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到底什么事 我在里面关了几个人 关了几个人 小枫 你到底关了什么人啊 你敢瞪着朕 朕出击酒足 来呀 你现在就灭了朕好了 都别吵了 朕困了 安歇吧 来 看 你是何人 你是哪朝皇帝 这位公子 脉相不错 一表人才啊 长得一副小白脸模样 还不如孝文帝威武呢 孝文帝自然威武 他灭了你的国家 你 姐姐 真好饿啊 你少跟我装蒜啊 果然是典型的洋凤因为 还有 以后不要说朕了 现在没有皇帝了 姐姐 可是朕真的好饿啊 你们都别跟我装可怜巴巴的 平时作恶多端 饿一下又怎么了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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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不相信你说的话 我一定以为他们是精神病的 叶佳 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千年僵尸吗 不行 不能让这些僵尸在家里面 我们赶快报警吧 我要命 我 我 尸 你 你 我们 那